有意思呢,他用語音的方式,我有聽過 老師他要跟你請教的問題是 有關,他頑香遇順,想到老症 要如何讓他種球比較大一點 但是他目前呢,他的這個種球是沒有藉口蟲的問題 但是他就是單純想要讓那個種球比較大一點 要如何做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說 最主要,我們寶冠有很多這些球群 就是說他有一個 養球 要讓那個球比較大一點 要把它養起來 這種就是我們說的要把它養這個球群 一般來說,如果你要把它養得比較大一點 那麼在這個 我們採收的時候,尤其你現在的孫子都收刷 再來是不是 那麼很少 所以到後面呢 更重要的是說不能讓他太早翻紅 所以我們同學可以在這個 採收之後呢給他一點類似的 就是說蛋很容易吸收 然後給他一點吃 有的人會給他很幸福的 那麼像過頭幸福呢 他在台灣的這個高溫子 在國外他們是下肥 他們是肥肥 說比較重的 要讓他放映 放映起來 他現在剛才運動開始降低的時候 他的營養會回流 他們的運動有夠低 我們的運動不夠 不夠那麼低 沒有那麼低 沒有那麼低的時候 他有時候你下去放映 他就放映了 他就發映了 他就不會去 那個球 比較不會去 比較不會去結那個球 這樣 所以這在我們的 觀禮當中 這種就最重要的一個重要 那麼可以去幫他做一個處理 就是說 一定要給他一點蛋 然後跟夾 所以通常就是說 我們用很多去用這個硝酸夾 這個有淡肥 但是呢 是這個最咬的量比較高 夾要稍微高一點 那麼用這種的解釋方釋 他很容易來給他吸收 那麼這種大概就很容易去 去栽培 這些東西 那個頭 就慢慢慢慢的 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 這種 這個發育 這個大概就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同學在 管理上 在這個管理上 你可以這樣來做處理 就是說在肥料 好 那麼 肥料 我們現在已經採收刷 都要給他捏一下 大概呢 稍微捏一下 捏一下呢 這個 大大大大到 有一股肥料 現在到開始 在要捏涼的時候呢 一般來說就差不多10月11月 這隻隻 你必須要 必須要來 控制水分 就是說 現在到10月以後呢 你就開始慢慢慢慢要放搭 到一頓紅咖哩 在10月這隻隻 開始在放搭近情 譬如說開始要放搭 你把它放一頓紅咖哩 這個吃肥 把它補下 補一頓紅咖哩 油加肥 流水呢 還把它放搭 這慢慢慢慢 你都要放搭 放搭後 你開始就準備要收那個牛 要把它收起來 他會翻紅了 開始這個紅燭啦 你若是 一直補 一直給它供水分 一直給它下去呢 一種可能就比較 這個 算比較快來 給它 這個 這個 牛就大不起來 所以這通常在這個管理上 你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最主要的是 掌握到它的這個歡迎 那麼 這種呢 這是一個 我們 可以在管理 稍微注意到 這樣起來 它可以 這個牛會稍微 大一點點 那麼 有這種的 這種的 這個好格 就是說你如果稍微調整一下肥料 那麼這樣起來就會稍微 這種好格就會比較 比較好一些些 大概是這樣 處理的一個方式 這個通常 那麼 有的人就是說 在這個官吏 這個 採集刷 你就給它 放錢 搭 這個不好 你一家 如果把它放 就像那樣搭 因為 你要讓它稍微 我又想重一下 那些效果 給他慢慢的 因為在國外的運動低 他自己的效果就會反映 在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運動不夠低 所以我們讓他稍微大一點 所以吃肥就很重要 你不能讓他太過頭 一開始就因為你不累積 他就紅效 這是做不到的 所以有的人說 如果不紅效 那塊頭就不會大 沒錯 但是你如果太早給他紅效 他的營養都沒有回流 他的東西就沒辦法 這就沒辦法來發育 頭就大起來了 所以基本上有這種情形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球 你採收起來了 那麼一定要保持乾燥 盡量可以 它就是一個類似乾燥的休眠 休眠後你兩天 如果有一點水分 他就很快就會回回來 所以就算是這種情形 所以一般來說 要讓他稍微打扯 那麼可以幫他打扯 稍微給他分一下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是自己要撈材 這通常有大小顆 你在種的時候 這大小顆球把它分開 跟民眾說大顆球 小顆球 這通常你如果把它分開 那個小顆的 其實你如果是好好把他的財貝裡面 他後面也是可以變開火 因為這個通常 如果有一點 這個民眾說 他的小顆那種 這通常他如果是在出財 通常都會比較小顆 這通常就越慢 如果可以跟他一樣大顆的 他在出財就比較快 我們稍微分一下 因為這大小顆一定都有 一定都有 所以我們特首是這樣處理的方式 那麼這讓我們提前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我們大概在這個管理裡面 那麼你稍微看來給他一下 注意 注意就是說 不要讓他太早 反映 那麼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比較要讓他反映 那麼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大概在這10月這家家 開始幫他幫他打 10月底這個時候開始把他撈打 這在要撈打進場 你把他撈一把這個紅咖哩 那你把他撈打 撈打起來 他很快這個休暗 慢慢慢慢天氣流 比較涼少看 那他就開始會荒涼 這個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大概是這種處理的方式 那麼很多有的人會嫌疑 這很悔悔 很悔悔說 你去處理這裡 這個會比較不好 這因為其實在國外人 你如果是管理好事 當然是沒有問題 譬如說 因為他會冷 一般通常就是說 他入手到冷的時候 到冷的時候 比較冷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慢慢 這個球 他有這段時間 就是說他 他採收刷一般7、8、9 這個時候差不多收刷 後面這隻 我們要讓他 因為我們是收孫 收花台 一直賤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保養好 所以肥粉 一定要稍微 讓他有一點點 到外面 大體上是這樣 這個經營 人家有水粉的管理 還有十月底這隻 在十月底進行 十月底進行 十月底一邊到兩邊 這個紅咖哩 人家有十月以後 開始放得乾 讓他放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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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讓他放得乾 讓他放得乾 人家有在這個橫林 盡量把它打乾 把它打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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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得好 每年又開始來積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經營滴雷 所以這檔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個參考 你這個 要管理 就稍微知道一下 會有 管理起來 到的流程 損失了 這給我們聽到朋友 稍微做個參考 好